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12月20号晚间 中共中纪委监察部的网站发布消息说 中共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办公室主任 公安部党委副书记 副部长李东升 涉嫌严重伪计违法 目前正接受组织上的调查 这是自9月初传出李东升被调查之后 中共官方的首次公开承认 李东升被认为是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心腹 那么他的被调查也让外界更加相信 周永康受到调查的说法 中共所谓的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 有称610办公室 是江泽民集团为迫害法轮功团体 专门成立的临时法外权力机构 通过政法委这个610办公室 可以控制公安 法院 检察院 国安 还有武装警察系统 也可以随时的调动外交 教育 司法 国务院 军队 卫生等资源 来迫害法轮功 时政评论员林子旭分析说 李东升的职务和头衔众多 但是中共在公布消息的时候 却突出了李东升610头子的身份 分明是在向外界表明 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打手出事了 林子旭还表示 目前法轮功问题就是中国政治走向的核心问题 到了今天谁也绕不过去 中共江泽民集团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 罪恶深重已经走得太远了 活摘人体器官的罪恶 已经是超出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他说 谁和这些柜子手沾边 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中国大陆律师杨金柱 王兴 令其磊 周泽等人 这些代理北京新公民运动 系列案件的律师们 在12月20号 向北京市检察院 第一分院 还有北京海淀区检察院 提交了一份法律意见书 要求能够合并审理 因为推动官员财产公事 而遭到起诉的 许志勇 丁家喜 赵长青等系列案件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 这份法律意见书 还同时抄送给了 中共最高法院 最高检察院 以及北京市高级法院 北京市检察院 律师们在这份意见书中说 从目前披露的多起案件的 起诉书的内容来看 中共的公诉机关 显然认为 许志勇 丁家喜 李卫 袁东 张宝成 赵长青 侯心等人的行为 属于共同犯罪 但是在案件的处理上 又强行分拆成 多起独立的案件 这样不利于查明案件的事实 又违反了中共的相关法律 还有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 山东的维权律师刘卫国 12月20号上午 在江苏省常熟看守所 因为拒绝删除会见当事人的视频录像 被警察扣押律师证件 刘卫国要求警察能够归还他的证件 在看守所绝世抗议10个小时 这期间又有将近30名的中国大陆律师和支持者 赶到长途看守所声援他 刘卫国最终是拿回了自己的律师证 在离开看守所的时候 还把依法拍摄的视频录像也一起带了出来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 再来一起关注这个期待